高雄九泰在今年球隊重整在出發 開季第一週就有不錯的表現 2號下午在板橋體育館對戰玉龍納智傑 副林隊李正寧賽前表示 兩勝一負的成績是一個好彩頭 加上洋將杰倫也拿到第一週的最佳球員 九泰將以年輕快速的球風繼續爭取好成績 我們第十九屆SBL開賽之後取得了二連勝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們球隊來說非常好的成績 而且也加強了球員整體的信心 再加上杰倫他上週得到了單週最佳的MVP 無疑是給球隊注入了一個強心針 然後我也希望我們球隊能繼續努力 保持我們年輕快速一貫的球風 在這一個球技能得到更好的成績 個人獎項是意義重大 但是整體來講 他也是希望球隊能夠取下越多的勝利越好 然後說尤其我們球隊其實一直不斷在成長 然後一直不斷在磨合 然後藉由每場比賽可以越來越進步 這也是他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成長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希望他過往的經驗可以繼續的帶領大家 這場對戰SBL傳統強權育容納智傑 高雄九泰展現出身之獨不畏虎的精神 和對手有來有往 在前兩節結束的時候都保持些微的領先優勢 總教練徐仲義表示 目前隊伍以磨合默契和打入季後賽為優先目標 第一週比完 因為其實第一週在台營跟浦原市都沒有洋將的情況下 那其實我們是比較佔優勢的 那未來的期許我覺得先以季後賽為目標吧 然後再往總冠軍賽前進 而場內比得精彩 場邊的加油團也喊得賣力 另外九泰專屬的啦啦隊Juicy Girls Juicy女孩也隨隊表演 隊長嘎嘎表示 這季九泰的每一場比賽他們都會為觀眾帶來熱情的舞蹈 一起嗨翻全場 我很高興能夠我們這次一起獲選成為九泰科技籃球啦啦隊Juicy Girls的成員 然後我希望整個球季觀眾都可以跟著我們一起 非常嗨然後非常非常的熱情讓我們一起嗨翻全場 這場比賽九泰在第四節以嚴密的防守壓制裕容納智傑 打出一波27比13的攻勢 最後以77比59拿下第三勝 以三勝一敗的戰績 戰局聯盟第二 記者趙世淵板橋採訪報導